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 唐大树 好久好久不见了 从唐大树声音里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一点点这种 更低沉中年大叔男子的这种 特殊的魅力 这种声音啊 声音上面 定 Bass 更重了一点点这种感觉 想死大家了 一直在生病 然后呢 又特别特别的忙 每天两三个预约 所以两方面结合呢 大家的问题一直不断的过来 结果东一句西一句的 但没办法来做节目 说不出话 一直咳嗽 神奇的昨天今天忽然感觉好很多了 今天天气也很配合 所以马上咱们带来 应该是第三期的唱谈几步 今天呢 不废话不多说了 赶快跟大家回答大家的 这么差不多十几天来问的问题了 那今天问题比较多 我会切开几个视频 根据长度 大概十分钟一个 尽量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 好吧 现在我们就马上开始 好 第一个问题 来自 Can Chen 很喜欢你做的视频 有个问题 我看到很多木马人改的很高 利弊是什么 大家比较普遍的认为呢 吉普嘛 肯定要大轮子 然后看上去加高以后这种才有吉普的味道 那一般我们把吉普呢原装完的 有的六个月 有个一两年之后呢 都会慢慢进入这个改装 改装第一个肯定想的就是加高 还有换磷子 那这里面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简单来说呢 加高的利弊是什么之前呢 那我们要首先要考虑你要加多高 唐大叔之前也提过一点点 但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首先考虑加高呢 其实这个加高的最直接呢 是来自于轮子 那你要放轮子呢 轮子本身直径的这种变化之后呢 整个车身就会变高 直接的结果呢 就是Grand Clear 就是离地高度更高了 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过更难过的障碍 那这里插一句一般两门呢和四门 同样高的情况下呢 两门是更容易 因为轴距短的关系 更容易过一些同样高度的地方 只是插了一句 那好了 我们想要加高呢 那你就换大轮子 那我们选择轮子呢 第一步你就要考虑 一般来讲呢 有几种比较流行的高度 首先说一下原装吉普 原装吉普呢 它大概有三个轮子大小 第一个在运动板上呢 是16寸的轮毂 之后呢 Sport S 就有17寸轮毂 包括卢比肯也是这样子 一些特别版 那18轮毂呢 一般来讲只有Sahara 或者它的特别版 那当然这里特别版 75周年呢 其实是17寸的轮毂 所以这些轮毂16 17 18 这三个轮毂之后呢 那轮胎的直径 因为它都是用255啊 这个245这种讲法 大概吧 大家29到31左右 多一点点 少一点点 大概是这么理解 那原装吉普呢 大家也要注意 从这里唐大树旁边的吉普呢 可以看到一点 在哪里 可以看到吗 原装吉普的这个挡泥板和轮子之间这个空空的这个距离呢 其实是已经有一定了 那也就是说呢 它原装吉普在不加高不改装的情况下可以放更大的轮子 一般我们来讲呢 33寸左右 也或者是275 当然你要看275或者285 差不多可以放的进去 基本上极限就是这样子了 那再往上呢 那也就引出第一个了 第一个流行的尺寸大小就是33左右 或者呢如果大家去看呢 就275吧 保险一点275左右 这样子或者是32寸还是33寸 这种轮子去看 那放在原装的上面 很多人把它原装的轮子换成这种好一点的 全地形轮胎 AT AT Tire这种 有些用原来的轮毂 有些换新的轮毂 那都没关系 一般主流的或者大品牌的这些 我们比较喜欢的这种第三方厂的 就是副厂的轮胎 最好的这种全地形或者泥地轮胎呢 各种轮圈尺寸大小应该都能找到 15 16 17 18都可以 好的 这是第一个33寸左右 接下来呢一个最最流行的大小呢 应该是35寸的轮胎 这个轮胎的好处就在于呢 它首先就是大小适中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会开起来和原装机谱 差别太过于太过于大 还是有点那种感觉 那再往上高的话呢 慢慢可能会有一点点 开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35寸的轮胎呢 一般我们都要加高2.5寸 比较好一点的这些 各种方式都有了 那这里也插一句 像唐达这里呢 就是加高的方式就一共有三种了 第一种呢我们叫budget lift 第二种呢就是short arm 这种sprint lift 第三种就是long arm sprint lift 第一种什么意思呢 就是budget lift 基本上是属于样子货 或者最低成本的这种 所谓的budget对吧 就是预算有限公司了 预算比较吃紧的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加 其实它像胶垫一样 用原厂的这个sprint sprint就是那个避震的那个弹簧 在堂皇上面加一个垫子 这样直接就把车身给垫高了 你就可以放更大的轮胎 像唐大叔给太太设计这一台呢 就是用了两寸 budget boost budget lift 这样子加高之后呢 就放了33寸轮胎 实际这个轮胎用的是 Sahara的原装轮毂18寸的 那这个用呢就是285 70 然后28 这样子的 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轮胎组合 那这就是第一种了 第二种呢 你我讲的short arm lift 这种呢就是说把它一个弹簧 换掉 原来的弹簧短一点了 肯定更长的弹簧 通过弹簧来把这个车身加高 那short arm呢就是 还是比较短一点的 这么理解吧 long arm呢就长一点 但它们都是加高2.5寸 或者其他的高度你选择的 那都有这两种选择 它们各有利弊 开起来感觉各有不一样 所以呢 这也顺便跟大家讲讲这种方式 那最后 这就是第二种 对吧 33 35 35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我就把它归类为 这个就比较大家 真的是 铁杆一点的 或者硬派一点的去越野的 大家去玩了 来吧 没怎么越野过的机率更大一点 所以二手车这一点非常重要 木马人 那不是说你不能这个车拿去越野 但是你必须要有懂的人 能能把你验得出来 当然在我相信台湾也是这样子 那当然美国和北美更是这样子 全套的这个报告都能拿到的 历史为首记录啊什么记录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Rubicon 我想你如果能找到可能 很有可能是4.10的这个轴笔 如果Sport呢 找到3.21轴笔的机率会大一点 如果同样两门情况下呢 这个Sport也够用 包括换点轮胎呢 他刚刚指的就是Rubicon的轮胎 那也就是17寸的轮毂的那个轮胎 没问题的 换那个轮胎一点问题没有 包括再换大一点的 那他拿出上个问题讲到 讲到的你换到32寸轮胎都没问题 因为两门的V6引擎拖得动的 那最主要呢就是说油耗 肯定是Sport会更好一点 嗯 大概是这样子 顺便呢也跟大家讲讲二手车的 这块的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这是咱们感谢李同学的问题 接下来是Oliver Shad 这位是女孩子 终于有女孩子的提问了 大叔我就一直在纠结木马人和大妾 女生一枚求指导 没问题 这个Oliver美女 是唐大叔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吉普呢是独一无二的车 最好的越野能力的4x4的车 这个是无容置疑的 接下来呢吉普内内部里面 其实有分两条线 双旗舰开始 木马人和大妾呢 已经给了你两个选择 一个更方一点 一个更圆一点 像大家普遍认知的SUV这种感觉一样 所以呢他们两个 其实并不完全能横向比 就好像有人喜欢黑 有人喜欢白一样 应该是你喜欢方还是圆呢 你应该是会有个 还是说另外方还是圆呢 喜欢舒适点呢 配置多点呢 还是说我就要好玩呢 那我是想买台车 平时城市里主要开呢 很少很少 可能10%的时间出去外面 还是说我到了周末就想跑出去野一下 所以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问起来之后呢 你应该会有一个这种倾向性 那其实大窃的话不用说了 这种从这种能力上到舒适性 到这种各种选项上面 你是可以买到非常好的 好四驱性能的一台舒适的城市 是可以开的SUV对吧 全家都很舒服 也可以配大天窗 木马人呢 相对舒适性可能差一点 配置少一点 但是它原汁原味 它是唯一可以开棚的这个 这个SUV 夏天的时候呢 让你很抓眼球 自己很爽吧 顶啊门啊都去掉 所以呢 但是我认为如果 因为这个从谈吐上面感觉 还是一个少女吧 年轻一点的 甚至是怎么样都好 年轻妈妈都好 我认为没有人 这个不适合开木马人的 当然你要 还要另外考虑 就是你本地的气候天气 各方面 像在温哥华本地 这个 到处都有漂亮的地方 然后呢天气四季分明吧 所以呢 性能 有点性能很好的木马人 是很有用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 到处去玩 又很爽 所以呢 唐大叔 也很多女孩子都跟我买木马人 所以 但是刚刚提到的 你自己要知道你买木马人 你肯定会损失一些东西 舒适性啊 配置呢 盗核雷达 这个盗核影像呢 再贵的木马人 卢比肯定也是配不上的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你可以取舍的话呢 从价位上也是一样 大切可能要比同级的 木马人贵一万左右吧 当然最上面的SRT 或者什么贵的更多了 所以 唐大叔呢 如果同样的钱 我肯定买木马人 改的一塌糊涂 对吧 一万块钱够你改很多了 把基本的 加高和轮胎都可以改好了 那就很爽很爽 那大概是这样子 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 如果不清楚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继续问